有车有房成为生活必备的现代社会 车辆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但是当我们买车的时候 时常会发现一个问题 为什么同一款车在不同的时候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价格 甚至它们的优惠程度可以达到上万的差距 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之一便是地区差异 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 车与车之间的竞争压力 各种车型一应俱全 这便是所谓的买家市场 4S店为了卖出库存 若同一款车型积压过多 便会加大优惠力度 而在某些偏远的二三线城市 乘辆之间的竞争压力小 4S店不愁卖 这便是卖家市场 价格自然更高 区域保护政策也有原因 为了保护当地的商业 会给出不同的优惠力度 而且现在一线城市交通压力大 大一线的城市都会有限号的规定 但是电动汽车是不限号的 为了让汽车卖得出去 优惠力度自然会大一些 在买车的时候 车主最好货比三家 不只是仅限于本城市 可以看看其他城市或者是其他省 当然 若是在外地购车 还需要考虑出行费用 运费等等各种因素 所以建议 若是便宜一点的车辆就进购买 如果是超过20万 或许可以往更远的地方看看 或许在本地优惠5000的车辆 在外地可以优惠15000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暂的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后来明镜与点栏目